就這樣說了 好,總之這次 我們一起聽從顏姑娘的指揮 無論如何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任由官府 強行遷拆我們的村子 我們只要齊心合力 一定可以抗爭成功 抗爭成功… 好,我們走吧 是官府,住了這麼久也要拆 還不出來?還是做慣縮頭烏龜? 基督,你別搞這麼多事了 是嗎?你組織那些村民對抗官府? 萬一被人說是罪中鵝反的話 那就大件事了 大哥,我們有辦法嗎? 我以為大哥你是奸官 會替我們跟大王說 叫他修回成命,不要遷拆我們的村子 但最後大哥,你一句話都沒說過 你不明白了 大王替西哥女女起了一個迎春角 江高就在對岸 某某然他拆了他的話,我怕會殺頭 當年我們先祖顏嬰單人匹馬出事楚國 可以無懼人士兵勇猛,最終不辱使命 但看看大哥你,你偏偏一點骨氣都沒有 阿嬌,你又不要這樣怪你大哥 媽媽 你大哥他也很難做的 媽媽,叫你在房間裡休息 你不舒服,你不要走出來 你怎麼樣? 其實搬村也沒什麼不好 換過一個新的環境 不用整天看著舊東西 不過要驚動到歷代祖先的山墳 我的心有點不安心 爸爸,不要傷心,不要哭 大哥,你只叫媽媽不要傷心 是沒用的 你看看媽媽為了這件事日夜憂心 已經弄得病了 大哥,如果你真的還有一點骨氣的話 你明天就去找大王 叫大王收回成命 敦武兄,大王最怕陣你之筆 待會兒如果大王發怒,說要懲罰我的話 你記得要記在史冊之上 好讓他重興發落 兩位大人,大王召你們進去 對了,小鹿 未知今天大王心情如何呢 大王今天心情也不錯 整天早上都有點嘴巴 那硬兄你可以放心 硬英,你說什麼?再說一次? 微臣想說的是 若然依照目前運河改道 將會導致大量居民需要遷冊 只怕會勞雲相裁 朝廷就此事已經安排好賠償細節 又令捕土地安置那些村民 寡人看不出有何不妥之處 但是那些村民世世代代在當地居住 大多不想搬遷 況且運河改道將會繞一個大圈 浪費不少的人力物力 所以未臣應為 應該依照原本路線開鑿 實在不移,胡亂改道 運河改道之事 寡人早已決定了 雁英不必多廢唇仙,小路擺駕 是,糟糕 孫王故執己見,不聽見官俊賢 不准亂寫 孫王故執己見,不聽見官俊賢 不准亂寫 孫王故執己見,不聽見官俊賢 不准… 孫王故執己見,不聽見官俊賢 但每年他們去那裡,只是十天八天 真是不應該這樣,而遷就他們 寡人早前送給西公娘娘的迎春閣 正正撞落在當地 難道你認為寡人同樣有錯嗎 西公娘娘早有西公可住 即使要加建行宮 齊國地帶密博 但可以靈命合適的地方 相反顏家,世世代代在當地居住 百多年,而先祖顏英也是葬於該處 望大王乃念先祖顏英 為齊國留下不消汗馬功勞 收回成名 你說來說去,只不過說你那條顏家處 為了你顏家的祖墳 你滿口大條道理 只不過是出於你的私心 大王,你千萬不要誤會 微臣對此事絕無半點私心 清天可減 清天可減 我就是看天空是否相信你說的 現在外面的天空,你儘管跪在這裡 跪到老天爺肯相信你說的說話 而下雨的 寡人儘管收回成命 放下 為何天空會熱得這麼浪漫? 不是,想起在山寨時 經常有山風吹下,不知道多快 快點 娘,這個不是好像是雁大人嗎? 微臣參見娘娘 丁木城,雁大人發生什麼事? 雁兄因為力鑑大王,收回成名 不要將魂河改道以致影響民生 誰知因為這樣而觸怒大王 大王要他於烈日當空之下跪於殿愛 如果能夠感動到老天爺下出雨來的話 收回成名之事,自作考慮 結果雁兄跪得虛脫門道 真可憐 真是真可憐 曬得阿櫻像一隻燒豬一樣 沒事… 一天都是我不好 還整天怪責大哥 你沒膽子進間大王 雁姑娘你剛才看不到 雁兄他真的很勇敢 我身為奸官 只不過是做自己的內事 一天最壞都是那個昏君 不肯收回成名不僅 還要人家在烈日當空的情況下 這樣跪法,想收買人命嗎? 不行 本公不可以再給大王一錯再錯 大師姐,你想怎麼樣? 回公和大王理論 娘娘,你怎麼說也沒用 大王送給西宮娘娘的迎春角 正正是坐落在對岸 大王這麼重恨西宮娘娘 又怎麼肯插了自己送給她的禮物才行 總之有道理的,就應該力爭到底 本公不相信,真是沒辦法 令這個大王改變主義 誰這麼吵? 你…你是誰? 豈有此理,連本公的聲音都不認得 我現在不是在發夢嗎? 你就是在發夢 本公特地想找我去 本公找我現在所謂何止? 你…你…你…你的臉 每天都是你這個拐兒的腳 本公快被他打死了 那你就是死了嗎? 這麼…這麼關大王什麼事? 你這個不潮子孫 豈有此理,為了迎春角把運河改刀 要人家整條眼睛穿千插 讓人家祖宗生巾都挖起來 你知道本公當年很多臣子撞在那裡 武清八少要人家撿鬼 把他撿起來,你找本公出來吧 所以就打得本公你這樣養了嗎? 打得本公最厲害的就是那個矮子顏盈 他說你那個乖子僻僻 我聽過子孫進鑒 所以就找到聖硬的死人 來獨打本公 哀家一向都知道大王私政混亂 但是想不到竟然會連累他爺爺 本公是你 本公當年在陽間就是一國之國 如今死落陰間 你唯有入人而勇 那本公上哀家怎麼辦? 本公慘受平之苦 全是因為你繳錢無誇 早知道是這樣的 本公當年就不讓韋王拿你當娘娘 不是,哀家跟大王說 說說就算了 若見你說不符你的乖子皮疙瘦會成名 本公會慢慢來找你的 本公,你放心 哀家一定會被迫居收回成名 你千萬不要再上來找哀家 阿爺向太后報夢? 都說了不是報夢 你阿爺整個站在哀家前面 不知多令人害怕 真的這麼猛? 那阿爺跟太后說什麼? 你阿爺說由於大王將運河改道 以至顏家村一帶遷冊 還要崛起人家祖先山墳 令你阿爺在陰間被人打 大王,其他人的說話可以不聽 你阿爺的說話不聽就不行 但是果然出意反意 恐怕會被殺人恥笑 看來大王對民間的情況真不太了解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這次由於大王堅持將運河改道 所以大王在民間的聲譽 就像鳥仔一樣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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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寡人不明白,你說清楚 如今在民間有一種說法 若有人踩到牛糞的話 他們就會說踩到大王 豈有此理,竟敢如此侮辱寡人? 沒法子,由於大王將運河改道 令他們流離失所 事問他們又怎會不遷路於大王? 大王如今聲望這麼差 只怕遲早會影響齊國江山 究竟這個迎春國什麼重要? 大王不顧民間反對 也要堅持己見 太后有所誤會了 其實這個迎春國 是一群新商巨股一廂情願送給大王 希望大王可以將運河改道 不會影響他們坐落在當地的別院行供 不過大王很英明 他早已決定了保持原來的方案 美人說得沒錯 其實寡人早已打算收回性命 不過你不像通知太后 太后你可以放心 寡人一向以民為本 絕對不會向你一群新商巨股不服 那就最好了 不就是你爺爺每晚上來找哀家 令哀家沒教好分 這群刁民真是大膽 膽敢搶水寡人和美人 寡人早晚把這群刁民釘去大海鮪魚 大王昔怒 如今民怨這麼深 如果大王繼續採取強硬態度 只會令民怨家劇無補於事 所以希望大王到之前 受到水患的災區鎮災 以提升大王的聲望 這樣也不需要寡人去災區派糧 大不了就叫信陽君去開倉派糧 再不然就每個災民 派回十兩百兩人過他們 寡人的時間是用來賠美人的 大王也不明白臣妾的心意 臣妾是想大王親自去災區鎮災 那些百姓才會覺得大王是畏國畏民 是一個好國軍 美人你也說,那裡是災區 誰知會不會有瘟疫 寡人身為一國之君 怎麼可以去這些地方呢? 要不這樣吧,臣妾陪大王一起去 何況臣妾也想出去視察一下民情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些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 我們就能夠做到的 謝謝 我們要看 我們有個小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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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個小賓